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开花了 开花了 这个是叶夫人 就是晚上会香的一种 加德利亚兰 你可以算是加德利亚兰 其实它是白拉索系列的 那这个呢 是一颗比较会开的个体 其实它是初开的花 我这边的花梗大概有七八梗左右 应该会开到14朵15朵花左右的状况 因为它那个每一只枝芽都会来花 你看这个是花梗 这个也是花梗 然后这也是 那所以这也是 所以246 这边至少只有看到六梗 应该还有六七梗左右的状况 那这个其实非常好玩 因为它的那个花很香 那今天是初开 就第一次打开这个花朵 那其实这个品种是我在花市买的 那个时候有看到它的花 然后花特别的大朵 所以才会买它回来 那记得如果你有机会要买白拉索的话 我建议是有看到花在买 为什么呢 因为它开花性很不稳定 有些个体像这个个体开花性非常的好 你看它季节来了 它的开花就来了 而且它开了花可以开到十几朵以上 每梗都是两朵 那只要有来个五六梗 七八梗 它就开很多 很漂亮 那也有那种非常不开花的个体 像我在另外一区的那个蝴蝶岩的下方那一棵 那棵是一个花梗都没来 我只看过它开过一次花 种到现在一年多 一两年的时间 我只看过它开过一次花 基本上它就是一直长叶子 一直长叶子 也不太开花的 那像这个呢 每年固定就会来花 你只要种的好的话 固定来花是很正常的状况 所以呢 跟它的品系是有关系的 跟它品种是有关系的 假设你的品种是比较不会开花的品种 它就是一直长叶子长叶 有点像是种草的感觉 那这种花非常的漂亮 你看这个 它的那个 就是非常有质感 百拉索系列的 这一系列 我有种蛮多种品种的 目前都还在长当中 因为大部分都是小颗的 要长到这么大颗 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像甘斯白亚索很快 有些品种很慢 是在原产地的这种的品种 大概有20种左右 那我这边收大概 六七种的品种 有七种 像什么烟火啦 或者是FA什么什么 或者是什么什么 都是这一系列的品种 它有些会下垂枝 有些是像这个是往上涨的 这个是往上涨的 所以如果你绑在板子上的时候 它下垂枝不是这么的严重 它有点像刺蝟一样 会缠在树上面 非常有趣 但是它的开花性 这一棵的开花性非常的好 基本上只要一个新的 你看这个是新梗 新梗它上面就会带有花苞 那基本上一个花苞 应该都是通常一个都是会来两个花 那要看它的状况 像这个 这个就来了三个花 看它最后分支的状况 那大部分 只要给它足够的阳光 足够的水 这个都非常的好重 那重点是它阳光要够 开花性才会的好 这是白拉索跟加德莉亚兰的特色 假设你要让它开花 你的光线就是要足够 足够很重要 如果你发现你的那个花不太开 你把它丢到比较外层去 比较有机会一些些 那但是呢 还是要看它品系 有些品系真的是很头痛 就它不太开 你会发现它那个开花性非常非常的糟 就是会一直长叶一直长叶 然后叶子也长得不错 但是就是不开 这个就是我旁边那一棵 就是状况就是如此 所以我这种白拉索大概有两棵 这一棵算是比较大的一棵 非常的壮硕 那不太会得病 然后长得非常好 我用粗料种它 下面是蛇木穴 然后就种得很不错 所以其实如果想要种的话 有机会的话可以种种看 现在市场应该都在开花了 那这一棵的那个 这一棵的那个花的花梗特别的长 有些不会到这么长 有些这个的唇瓣会更肥厚一些些 看每个个体不太一样 会有差别 好,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